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幅名画是大家熟知的 自由引导人民 自由引导人民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 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作品 此画最早在1831年的《巴黎沙龙》上展出 而后被巴黎罗夫公收藏至今 当德拉克罗瓦创了这幅作品时 他已经是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了 作为生意启蒙时代的法国人 德拉克罗瓦不喜欢以强调精致细致 作为特征的学院派油画艺术 而更倾向于使用更为奔放自由的笔触 和名利强烈的色彩 德拉克罗瓦在1830年创作这幅作品时 他在写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中提到 当我努力创作的时候 我的心情都好转了 即使我没有为我的祖国战斗 我也可以用我的画作来赞颂他 这幅作品表现的是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 当时的法国民众以暴力抗争的方式 反对查理时事的统治 革命持续了三天 最终以查理时事下台 奥尔良公爵 路易菲利普继承王位而告终 法国也开始了七月王朝的统治 自由引导人民于1831年 在巴黎沙龙展场向公众展出 当时引起了争议 有评论认为他太过脏乱 没有美感 直至1874年 这幅画才被收入卢浮宫 从画面背景右侧的巴黎圣母院可以看出 画作中的地点是在巴黎 而且从巴黎圣母院和主要的人物比较中 可以显出场面场景的深远 画的正中是戴着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帽 坦胸露出双褲的自由女神 她右手上扬 挥动着象征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 面向右侧后方 号召身后的人民起来革命 画的左侧 她张望的方向 是一群手持武器向前冲的人民 最突出的 是最前方 望向自由女神的两个男人 左侧的男人身着工人装扮 敞开在板衬衫 头戴刮皮帽 戴着卡其布的胯包 她右手持一把土耳其弯刀 腰间别着一把火冲 而右侧的男人做资产阶级打扮 头戴黑色卷边原理帽 身穿白色衬衫 与扣紧的黑色夹克 既有黑色领结 她双手握着一把长火枪 此人的相貌 酷似德拉克罗瓦本人 画家星象革命 把自己也画成革命中的一员了 在自由女神右脚边 一个男子匍匐在她脚下 她头裹暗红色头巾 身穿蓝色布衫 抬头仰视女神 画面右侧 在自由女神的左侧 有一个正举着右臂的小男孩 他戴着帽子身胯胯包 双手各拿着一把手枪 人群的前方 是捣握在木头石块上的尸体 自由女神胯过这些尸体 向前迈去 此后场面红大 用色对比强烈 画家有意地使用大量 红白蓝三种颜色 不仅在三色旗上 也在其他地方 最明显的是 福贵在自由女神前面的男子的衣着 她的红色腰带 蓝色布衫 以及其中露出的一节白色内衫 恰好重现了三色旗的颜色排列 画作采用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 而自由女神的三色旗 正是金字塔的最高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